整套电影就等于不放在梅启明和他老母的那些 我们是吉弟,如果那些影迷见到你三个 五条茉莉,包括他三个选友,阿聂,阿伦和志偉,还有他老母和他哥 如果见到他,你想我的剧本写什么?写你怎样耻笑?梅芳,没有男人追,男人每个人花钱吃晚饭 原来他出生就像一个可乐樽那样大尺寸的孩子 非常有缺陷,医生就跟他说,这个小孩是需要养系统成长的 他不可以像正常的小孩,并且出生已经没有下肾 娱乐半世纪,经典又贴地 好了,接下来我又说另一宗八卦的娱乐新闻 就是说曾志偉 因为这部电影刚刚上演,然后很多人找梅艳芳 多谢RingRing 梅艳芳昔日的故事,例如很多人找到影视作品,音乐,访问,群出土 其中在梅姐2003年接受凤凰卫视的访问 名人面对面的访谈之中 梅艳芳罕有地去否白自己的感情世界 当时的节目主持就是许歌辉的先生 他问梅姐 你自己怎样形容自己是一个好女孩 还是一个坏女孩 还是仍然是一个坏女孩 梅姐当时就说 内在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 以我研究了梅艳芳这个人的传记这么久 他的内心是很传统的 他并且说 我希望我的爱情是一生一世的 我刚刚前两天那条影片说了梅艳芳 9位被传为匪民的 有些是真有些是假的男朋友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 我曾经那条影片说过 是那些传媒累到梅艳芳 例如像Paul那样 一出来的话见光死 尤其是我现在这个直播 他说他其中一个 的损友 他说都是被损友害的 这个报道 也有提到 曾志伟 他说他的嘴唇怎么诈呢 他说当然不是只是说梅艳芳 他当然是说其中另外一个人 另外的家庭 我又是有些东西想说的 那家庭 继续听下去 他说梅艳芳 就是回答那个主持 他说 至于被人一种反叛不羁的坏女孩的形象 他自己说因为他自己喜欢fashion 很喜欢走上时在尖端 所以自己看很多书 看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时去参考 在我见到刘培基 当我研究梅艳芳这个人的时候 我也看了刘培基很多访问 其实在初期梅艳芳有一个例丸 或者跑走廊的歌手的时候 当然了 连昨天阿强也曾经说过 他觉得这个女孩穿衣服 阿强很客气的 他就不会说他这么草根 这么俗的 他说可能他穿衣服 有自己的 沙鱼那样 我不记得我上次怎样说 可能有一条影片说 昨天阿强的评论梅艳芳初出道的时候 都没有那么friend 然后有一晚 陈阿强他们 梅艳芳拿了两个奖 在散场的时候 陈阿强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平时 这么大班人 群着梅艳芳 但是那晚他拿完奖 只有他自己个人 然后两个人 就去了 原本想落DD 但DD那天星期日 就没有开 去了跑马第一间走廊 唱歌 那些老板就非常多谢他 大佬 那时候梅艳芳已经红了 陈阿强已经红了 突然间两个红星跑到店铺唱歌 请都请不来 因为求之不得 但是好像刘培基 我看过一些访问 他说 梅姐其实之前 他自己是个走廊歌手 他成长 当然他不是太懂得穿衣 但是Eddie哥哥 自己是不断叫他 教他 有一次带了他去巴黎 你买这种质地 最重要是买衣 那些质地是要好的 当然 日后除了他懂得选择衣外 选择不同的牌子 我有一条影片也说他平时穿多什么牌子 也有说过 但很多他自己穿的品味都是由他小妹出道的时候 去培养他这种品味 所以品味可以培养的 所以当时我同事见到张曼玉在飞机跑那本雜誌 Fashion Magazine Voke Magazine 我中文名应该有中文名 但中文名是台湾的译化 你只记得Voke Magazine 人家 张曼玉是年轻时穿衣服 那么有 taste 人家真的逐个字去读 去研究 所以这个世界 No Pay No Gain 你不付出努力的话 你不会拿到那种成果 他觉得自己很喜欢研究这个时装 跟他本身内女是否一个坏女孩 完全没有关系 给人一种错觉 也简称了他当时有一个专辑叫坏女孩的由来 跟着尹飞机就说 他说我从来都没有给人感觉 觉得我是一个好女人的 所以有些男孩也跑走了 他表示自己的性格比较男孩 他说你看看我一直在做 一直在移动 一直在移动 做这个访问的时候一直在移动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硬了 然后他说我坐不定 我不能够很熟女 很女孩的 15分钟就觉得很累了 没有女人味 大花童 很糟糕的 他自己这么说 自己有时 你做得大明星有个胸襟 自嘲一下 我笑自己比别人笑我 等于我自己是老婆 我二十多岁已经开始研究命理 玄海 当时我身边的朋友很喜欢椰蒲 当然是二十多岁 当然是椰蒲 但我因为玩过 跟他们出去喝东西 两三年 我自己不太喜欢 我觉得很吵 回去研究一下八字 液经 所以我觉得 当时二十多岁已经喜欢一中两件 所以我觉得我的性格 像个妻子 所以我的朋友说笑我之前 我已经说了 其实我的妻子性格 我说比他们说好 我说就可以了 他说我不开心 哈哈哈 有这种自嘲的精神 我笑了自己 就不用你说了 因为我笑我自己 我可以控制到那个尺度 别人笑我 我不知道别人笑到我什么程度 这些就是醒目 对不对 然后他说 对于多段的感情 最后都是无质而终 主持问他 至今是否觉得后悔 妹姐在访问之中 斩钉截铁地表示 不后悔 我做人从来都不后悔 过去的事都忘记了 不会后悔 解释 你回家等他电话的时候 已经很心跳了 那种感觉 现在不会有了 对于爱情来说 妹姐坦然当时在03年缺乏了信心 她说爱情可能是我自己缺乏信心 我对爱情是不会抱有太大的信心 那其实呢 我又觉得 大明星可能有很多包袱 当然另外 我稍后再说其他包袱 就是她的損友 但是你说 如果 一般普通人的 你拍过几次拖 那你会不会说 如果我觉得任何东西 如果以我读一个研学来说 任何东西太过 或者太过 不够 都是不好的 如果你太过花精神 去爱情那方面 爱情其实不是说你付出多少努力 你就会收忽多少 如果你信《前世今生》的话 因为我自己也会相信的 因为外国也是有一些催眠专家证实了这东西 二十多年前出了一本书叫《前世今生》 翻译了很多不同文字版本 但是 怎么说呢 在科学 他未去到一个完全正式的承认 未去到一个诺贝尔发明奖 但是 说真的 外国也未必会花时间在这些领域 始终这些哲学 初头都是来自东方的哲学 《前世今生论会》 好像印度的佛教 我会这样说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不代表它不存在的 所以在我心目中来说 我不想花很多时间在感情方面 因为不是你说你付出多少努力 你就会得到多少 但是做人只能够去到尽 都是做 问心无愧 你对我不好的话 我觉得下次我会醒目点 选一个比较好的人 所以我经常评论 不要随随便便 很快地开始一段感情 因为如果你踩一只脚 而你不能够 很轻易地 拔脚出来的话 不能自拔的话 要生要死 就找刀仔吉大腿 是不是这样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 刚才早上有个网友告诉我 他说他的儿子 刚失戀 就拿他妈妈来发脾气 希望这个网友不要介意 我没有开名 我经常觉得 你自己的感情 你自己负花责任 一人做事一人当 千万不要找你身边的朋友 更加不要找长者来出气 我觉得现在的人的感情 没有那么重感情 所以你去戏院 看回梅艳芳的时候 他怎样对他身边的朋友 他身边的朋友 怎样对他 怎样疼他 都是很值得去看的 好像我昨天 约过一些网友出来的时候 很多可能跟我差不多年纪 我自己都很庆幸 人一生不容易遇到你对谈 或者你信得过朋友 但如果真的遇到的话 我觉得应该很好去珍惜 所以在《妹姐》电影里面 你也看到除了是亲情 爱情 还有这个 苏孝梁 古天鹅扮演的 刘培基有些恩师 遇到一个贵人 其实得人恩果千年纪 对吗 OK 这东西都是值得 我们今时今日很多 你说80后都叫做不小的 如果你可以带上 甚至乎00后 90后那些 看看人家 妹姐 为什么可以有今时今日 因为他也很听 刘培基说的 你不懂的领域 不是像现在的年轻人 你不懂的话 但是你不懂就学 但是人家说几句可能他不赞 他觉得 刘都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做法 当然了 不听老人言 你吃亏就在眼前 什么叫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所以我经常都觉得 应该是宣扬关外 给你赢的人 给你走多路的人 他自然有他的经验 和你分享 对不对 OK 这一件事说了 他对这个爱情 不会抱着很大的信心 作为一个明星 当然包袱 重一点 更深的是 不少的报道 说妹姐 令到她失去真爱 她自己表示 每一个都是写 什么大姐大 说到花钱大花童 然后差不多每个月 都要换男朋友 这个妹姐说的在访问之中 如果正常的男生 看到这些 报道 谁敢走来都走 就算你对他有多有好感 那个男生也不敢接近 好男生都给他 例如我之前 数过九段情 84年的香港花月夜 和梅义桥位 然后他选了青美真 之后周世龙 傅佳子 85年和日夕混血仪的毛特仪 高桥宏雅 还有85年的近藤真燕 影响了他一生 占有很重的位置 就是近藤真燕 另外 妹姐 过世之前 去日本拍广告 其实他很想见近藤真燕 但是这个也是缘分 当时他找不到近藤真燕 所以当近藤真燕 知道妹姐过世 其实去日本 临死之前 去日本找过去的时候 爆哭 所以为什么呢 一来 你自己要重情 专情 另外就是 爱要及时 对不对 另外在89年的时候 同过Michael Lau 然后同过Paul 你想详细看他自己的感情生活 看回我之前 刚刚一两天之前的影片 但是 除了以上所有的东西 亦被传媒 发掘了为什么妹姐一直都嫁不去 妹姐还笑清 在那个报道之中 那个访问 他说 都是一帮选友拖累 这句说话 可圈可点 一边 妹姐就在笑自己 其实都是一帮选友拖累 说就好像笑笑口 其实这句说话 你这么多年之后看回 不无心酸 他说 然后呢 我身边当然 还有一帮选友 就是那帮不好的朋友 曾志偉 哎呀 他嫁不出去了 他好花心的 我每次给他 一个好一点的男朋友 然后呢 妹姐就说 我每次比较有一个好一点的男朋友 曾志偉就说他们好像小丑一样 结果就跑走了 说到人家小丑一样 曾志偉 我们什么都没得玩的啦 我们什么都没得玩的啦 然后呢 他就说 最好就是一个 梅方说他自己 曾志偉是一个最好的 搞笑的对象 老实说 梅姐 如果你再生的时候 前小浩已经逼到他第一个女儿的时候 可能曾志偉转移视线 就没那么耻笑你了 曾志偉那个仆佳 他当时 梅姐 如果他自己有男朋友 明知如果你做得梅姐的好朋友的话 你应该就知道 梅姐一生都是希望找一个好男人的啦 他没可能跟他一起 所以他心底不好 这个曾志偉 当时人家一直以来都觉得很孤独的 为什么每次人家有个男朋友的时候 你又不抵得 你又在那里讲衰别人呢 说到那些男人 有点自尊的 都会自己回去想想 被你笑完说 说到人家好像小丑 又花他女人钱 又说梅姐好像很濫交 然后又说他 戴花童 很大洗 喂 他自己大洗 他未必要 他都是花自己钱 不是每个男人都是在梅姐身边 花女人钱 喂 如果有点自尊的男人 让你讲讲一下 都会被你吓走 喂 其实现在 你这段新闻出来 你曾志偉看回的时候 你有没有后悔 所以呢 梅艳芳那部电影里面 没有这三个选友 都非事刻能人真 是不是 这一套 那么多努力 付了那么多心机 如果摆了你三条家产 整套电影 等于 不能摆梅启明 他老母的 就是这样 那我们吉帝 不是先 废话事 如果那些影迷 见到你三个 五条贸理 包括他三个选友 阿聂 阿伦 和志偉 还有他老母 和他哥 如果 见到他 你想我的剧本写什么 写你怎么耻笑 门方 没有男人追 那些男人个个花钱 吃软饭 是不是 然后 再见到他 他哥 他哥说 没有什么家人 家人的着文 难道 写他的电影 叫他帮你还债 你到底 他哥 然后 如果这些剧情真的出的话 可能 人们抗议不进去电影院看 所以 整套电影 《梅艳芳》 最大的功能 不要把这五个人放进去 恭喜 江志强有料到 是不是 李老板 然后 还有 他怎么说 这个 梅姐 他说 终言 他说 爱情没有开花结果 但梅姐 从来都没有怕过 他说 最起码 阿成龙 曾志偉 这帮人都会养我的 我相信 他从来都没有怕过 但其实 梅姐 我觉得他在人生之中 梅姐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 他就是不懂选择朋友 为什么呢 电影里没有说到这帮富贵的 这帮富贵仔 就是成龙真志偉这帮人 是没有说的 但是 亦都是作为一个境界 他们电影不说我说 就是说 选择朋友 你也是要好好选择的 有些爱情 一见光死 好像 曾志偉说完之后 传媒又把他写出来 有些老根的男人 都不会留在梅艳芳身边很久 所以梅艳芳这一生一世 他未能够找到一个 亲爱他的男人 和他过了下半余生 如果你能想到 如果梅姐 是有个男人 在他过世的时候 在他身边 也叫做死而无憾 就是被你暗家产 曾志偉 讲笑讲走了 黑怕了 是吧 那好了 曾志偉把口 赞 是谁都知道 世纪赞嘴 是吧 他不止笑梅姐 他也似笑 钱家乐 钱家乐的女儿 他说 像个老豆 饼印 大个女儿 去玩一定没有危险 他说 家乐的女儿 很像个老豆 出去玩 也不会有危险 没有人要的 还要送给他回来 在街上 执他回来 始终七小福的大师兄 吴明才 那好了 那家乐就更加说 哎呀 掌门人画是悲剧 我心目中 是喜剧来的 但是第一次见女儿 穿三点色的时候 都以为 钱家乐是不是在那里 扮女人 就觉得像 袁彪 曼海 似谁都无所谓 大个女儿 漂亮就行 其实呢 那时候那些人更加 因为曾志偉 一把贱嘴 说了 耻笑她的女儿 然后那些人 就改她的女儿的名字 叫前妻 然后他说 比前辈这样 说自己的女儿 你说他心里有多疼 最疼当然是他老婆 湯盈莹 几乱吊辣 你一个的曾志偉 这样说自己的女儿 很伤心的 因为每一个妈妈 生的女儿 你真的怀胎 十月还要 赚富了个膝 对不对 哈哈哈哈 赚富了个膝 我不知道是不是开刀 我没有留意这个新闻 是不是开刀 都要捱一刀 大哥 如果要开刀 对不对 不赚富了 膝也要开刀 然后他说 他不接受 这个也不行了 因为呢 为什么呢 他又不可以 反过来 这个是最痛苦的 对不对 老实说 老实说 我在做这个资料搜集的时候 我找到前家乐的女儿 现在呢 比她的小女儿漂亮 我有一样的Message 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找回她 这张照 等一下 这张照 你看她的大女儿 多漂亮 这张 你看到这张照 她的大女儿多漂亮 你真的不是三岁还是八十 我想跟你说 这个前家乐的大女儿 现在这个样子 就大过 应该是有女神的感觉 我觉得她的气质 比她的小妹更漂亮 为什么呢 你看到有个樱桃小嘴 鼻子不算太扁 眼睛 很多现在的女神 很多现在的女神 如果大过色化妆的话 她的女儿大过是不差的 但反而女儿 就是普通 眼大大 都是精灵的 但反而 你的大女儿的笑容 是很无微的 我想说一样什么呢 其实 父母当然是很伤心 被人这样说你的女儿 但是 在你小朋友的成长之中 如果 就算外面的人 怎么去批评你的女儿 而她的父母 仍然是付出那种爱的话 那种爱心 我相信她两个夫妻都很疼女儿 两个女儿 不知道 疼哪个多些 但是现在 你看看 大女大大下 女神feel 真的不是开玩笑 是不是 你看 哪个说的 二女钱包 钱包钱侄 不要这么说 不过我觉得 大家评一评理 现在 钱家乐的大女儿 已经是有女神feel了 这些样子 跟她小时候的样子 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告诉你 人的成长 是很靠父母 你付出的爱心的话 那个女儿的气质 慢慢将她的五官 什么叫上游心身 小朋友在一个开心的环境长大 无论 就算不要说 难听些说句 就算她生到有缺陷 也好 你是疼她的话 她也会成长 我在这里 我讲一个 故事 曾经讲过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客 在国泰那里 Diamond Card Member 他临上机前 公司的企业的安全部 就走来找我 那个头 找我 这个客人 因为只有半个身体 就是他没有脚 他是用滑板来走 但是上一班老总就说 他可能扣不到安全带 但是 写一封信 叫我们留意一下 现在他即将坐你班机 然后 他就 怎么说 他就说 但是他不需要别人帮忙 我们已经批评过了 他就是可以扣到安全带的 所以你 上到飞机的时候 就告诉你 就不需要质疑他 到底戴安全带 是否安全 然后我当我上飞机 见到这个客人 他真的只有 半个身 没有脚的 但是他是 双手 真的很小的 只有 三尺 半身只有三尺 然后他用滑板来拍 他有位太太陪一起上机 但是他自己 用滑板上机 因为公司的人叫我们不要主动去帮他 因为通常这些人 不喜欢别人帮他 然后他坐在我 商务客位的前面最头的行 我上客的时候他跟我说 他说 他见到我 讲国语 跟很多内地的客人 虽然很烂 但是你说就行 都行 然后他 这个客人看着我 他用国语来聊我 聊天 我觉得 感觉 他给了我第一印象 第一 Approachable 很容易接近 因为我公司是VIP 第二 他展示到他的能力 他说的国语 有亲和力 主动和我聊天 聊我 说笑 那班机中途我跟他两宫和我聊天 他跟太太不是贪他的钱 都是类似 我估计是医护 有些是C9 即是C9 他不是贪美女 有个人照顾他 跟我聊天 下机的时候 就问我 拿了WhatsApp 接着他下机 他就WhatsApp 给我 谢谢你恩勤的招待 他是个外国人 接着我 下机之后 很奇怪的研究 究竟这个人是什么历史 原来 他搭我那班机 去到 内地很多省 去演讲 作为一个伤残的人 他自己怎样是由一个 出生有缺陷的人 令到他成为一个 怎么说 人生教练 去到内地很多很多的省 做人生教练 激励那些人 怎样在疫境之中生存 他下机之后 我就上Google 找他的历史的资料 原来他出生就好像一个 可乐樽 那么大的 size 的BB 出生的时候 就非常有缺陷 医生就跟他说 这个小朋友 他是需要养系统 去成长的 他不可以像正常的瘦子 并且他已经没有下肾 出生 然后他就曾经在学校 被人欺凌他 放他 明明只有对手 和上半身 扔他下去 被狗咬 被狗追 他很害怕 小朋友 几岁现在很害怕 并且 将他 放在树上 找一些竹子打他 他曾经是害怕得 自卑得 想抛枪自杀 然后他父母和哥就跟他说 你不要自杀 劝着他 你不要自杀 你不要自杀 很有能力的人 然后他就觉得 这个人是伤残的 说回自己的历史 觉得一个伤残 到如此地步 无法怕半身 仍然可以生存 但是 他之后就出书 也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去做一个人生教练 激励 因为少少的逆境 就要放弃自己 然后 我再看到 他有一句说话 他说 当你们 去买鞋的时候 在那里投诉 今天买不到 对鞋 投诉一些生活之中的小事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一些很伟大的人 连下半身 最基本的 就是一个身体 五见寸 都能够活得人生 这么精彩的一面 好不好 所以 我就说 说他的女儿 有些父母 很靠你的父母 给你的家庭的小朋友 一个怎样的成长环境 你的爱心 可以令到他 连气質 气场 都不一样 所以呢 我在这里 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有小朋友 或者你有孙子 最重要是给耐性 外面的人 说他怎样不行 你不要听了别人的说话 不开心 你仍然是用你自己的爱心 去对待你身边 任何一个的家属 或者 我觉得 家人这一样 留着同等的血默 怎样 别人放弃你 你千万不要放弃你身边的家人 OK 最后他说到 远方 说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他表示 希望成为 律师 警察 他说我希望做一个律师 做一个警察 能够维持正义 但是他说他自己读书不多 知道自己 唱歌唯一的出路 他说没有读过大学的 中学都没读完 但是知道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舞台上 他说 我并没有其他选择 我只是能够走这条路做到最好的 对于舞台的感觉 梅远方表示好像回到自己的家里 他说我自己很喜欢唱歌的 在舞台上的感觉 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 精彩地活过一次就够了 下次 真的不要再来 真的不要玩了 我相信他所说的话 因为我曾经说过 除了舞台 在他家里之外 其实他真正正成长的环境 都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如果 无论你身处什么环境 令到你 荆棘满途 伤痕累累 耐心 多么多 伤痕都好 但是只要你在某一个领域 你找到你的兴趣 找到你的自己的长处 就在那个成为你自己的舞台 多谢各位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在娱乐 新闻之中 怎样可以有一个静能量发放给大家 大家去找自己的舞台 找自己的长处 找自己的兴趣 OK 并且你在找到之后 在你的舞台里面 发扬光大 好吗 好吗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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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so much 小猫 白猫 白猫 我开到单就是好猫 OK你骂我不要紧要 我上班 我不太尊严 我自己上班的时候 我经常 就算 我见到门口做保安 原来是红姐娘见过我很多次的 她说她自己做保安的时候 见过我很多次 我连保安 甚至乎我连 餐厅 经常见她都很好笑容的 我特地每年 新年 自己 如果一上班的时候 第一时间我走了去餐厅 给他们的 好吗 好了 OK 多谢 Gory 说什么 无论外表怎样看 她的家人 你都要善待自己的孩子 OK 喂午餐又到了 我现在要回去吃晚 因为我刚刚才没有胃痛 我昨天下午开始胃痛 胃痛到今天 半个小时 所以我希望多些时间 回来剪片 剪回昨天一些 开心的片段给大家 好吗 大家一起分享 日后我都希望 你们继续留言给我 我会 除了选 因为我越想 每跳一个万的订阅 我会选择10位朋友 但是之前 吃过饭的朋友 全部都会有机会 让我邀请他们做义工 但是他们说是自费的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如果你们不介意自费的话 我下次订阅 够12万的订阅的时候 他们出来做义工 帮我招呼新朋友 一路一路 多下去的时候 我再迟些 疫症完了 搞大型的活动 我多些 不同的义工帮我继续 可以发放这种笑声 和资讯 给大家 好吗 多谢 谢谢 好了 OK 有头有尾 好吗 好 你们留言 看看 今晚应该是有 我希望可以 回来剪得切 Alela那条 讲鬼故 真人真事的鬼故 因为 想听鬼故很久 你们留言帮我听 我们 另外 我会找其他 昨晚吃饭的网友 他说了说话的片段 也是摆在头的 鬼故都摆在尾 因为不是每个人 喜欢听鬼故 好吗 如果你们 喜欢听鬼故 或者知道 昨天有哪位网友 出现过的 大家记得 今晚10点半 千万不要错过 YouTube Fund to Smart Travel OK 我们转到另一个画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aris It is a safety requirement there to remain seated With your seatbelt fastened Until your seatbelt sign has been turned off Please be careful when opening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 as items inside may thaw out Can you take all your belongs with you when leaving the aircraft It has been a pleasure looking after you And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At 10.30 tonight Thank you for Flying Smart Travel Sar Airlines and member of YouTube channel Have a good day Enjoy your lunch 海外的朋友 Good night Have a sweet dream 我们今晚再见 好 Bye bye Abraham i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